四十八岁的田大姨是出了名的旗袍女神 乔大爷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打动了田大姨 然而婚后 乔大爷每天折腾 田大姨整个人都憔悴了 半个月后 不堪其扰 得田大姨愤怒地提出了离婚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田大姨下公交车时 因为拥挤 不小心崴了脚 乔大爷健壮 一把扶住了田大姨 妹子 你没事吧 田大姨感激地看了眼乔大爷 乔大爷不放心 索性将田大姨送回了家 在了解到田大姨是一个人生活后 次日 乔大爷按捺不住 对田大姨的好感 拿着提前准备好的药膏 前往田大姨家中 48岁的田大姨 气质出众 打扮时尚 自信大方 深深地吸引了55岁的乔大爷 然而 田大姨只将乔大爷视为朋友 虽然感激他的帮助 却并未对乔大爷有其他的想法 从此 乔大爷开启了对田大姨的追求之旅 两年后 乔大爷终于用真心打动了田大姨 田大姨接受了乔大爷的求婚 这天 乔大爷的儿子乔小杨回到家中 帮父亲张罗婚礼布置新房 乔大爷不禁和儿子感叹 小杨啊 你知道我追到你田姨多不容易吗 不过现在也算是修成正果了 你说你田姨要模样有模样 要气质有气质 我何德何能啊 哎呦 我睡觉都要笑醒了 我得把你田姨供起来 乔小杨听了父亲的话 却皱起了眉头 爸 女人不能太惯着 不然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 怎么说 乔大爷听儿子这么说 不禁问道 乔小杨往乔大爷耳边凑了凑 你想让田姨对你言听计从吗 想让他离不开你吗 当然想 但随即乔大爷害羞地说道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我对你田姨寸步不离 对他言听计从 嘿嘿 乔小杨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爸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 看我的 乔小杨看了眼忙碌的女朋友 周周 去帮我倒杯水 周周听到后 放下手里的活 很快给乔小杨倒来了水 乔小杨冲着乔大爷得意意笑 然后又装模作样上下打量着周周贴的洗帘 周周 你看看你贴的洗帘 是不是歪了 周周看了看 有点不太确定 歪了吗 当然歪了 你看你 没有我就是不行 行了 在贴的时候注意点 去忙吧 乔小杨一本正经地说着 周周摁了一声就又去忙了 乔大爷看着这一幕有些傻眼 你小子行啊 周周也太听你的话了 乔小杨看了一眼 发现周周并没有注意到这边的谈话 爸 这还不简单 我告诉你啊 两天后 是乔大爷和田大爷大喜的日子 尽管田大爷已经年近五十 却保养得很好 微胖的身材圆润富台 整个人看上去喜庆又面善 老伙计们都对乔大爷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婚礼上 乔大爷握住田大爷的手 眼神中充满真诚 他相信他们一定可以一起走过余生 婚后的第一天 田大爷早早起床 为乔大爷准备了早餐 然而乔大爷却挑剔起来 老田啊 你这做得太咸了 而且又太大 有吗 田大爷对自己的手艺一向很自信 听乔大爷这么说 不太相信 拿起筷子尝了尝 这不挺好的吗 你听我说啊 老田 咱们从现在开始要学会养生 尽量少油少盐 能预防很多疾病 田大爷虽然有些不悦 但也觉得乔大爷说得有道理 于是 他开始尽量减少盐和油的用量 希望能够让乔大爷满意 第二天 田大爷和乔大爷准备去楼下逛逛 田大爷穿了一件改良的旗袍 自信地在镜子前照了照 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问向乔大爷 怎么样 好看吗 乔大爷看起来有些为难 欲言又止 田大爷健壮说道 老乔 有什么话就说啊 乔大爷在田大爷的注视下 只得说了出来 好看是好看 只是你这个肚子 田大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然后笑了笑 哪个女人没有小肚子 我这都是小的 然而 乔大爷却继续说道 还是不要穿这个了 挑衣服要扬长臂短 你可以穿一件宽松的 可以遮住小肚子 田大爷皱了皱眉 算了 不去了 见田大爷不高兴了 乔大爷赶紧过来安抚 我的错我的错 你穿你穿 第三天 田大爷和乔大爷正坐在家里看着电视 这时 田大爷的好友秦大爷打来了电话 老田 结婚了 就把老姐妹忘记了 秦大爷笑着开玩笑 田大爷连忙解释道 没有没有 最近一直都在忙啊 现在才有点空闲 有什么指示 秦大爷邀请道 明天出来玩吧 我们姐妹几个好久没一起出去逛逛了 我听说城南开了一家服装店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旗袍 你绝对喜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田大爷本想答应 可想起昨天乔大爷说自己小肚子突出 不适合穿起袍 心里有些犹豫 电话那头传来秦大爷的催促声 去不去啊 句句 田大爷在家闷了几天 也想出去转转 挂断电话后 乔大爷好奇地问道 谁啊 田大爷笑着说 好姐们老秦 老田 以前你一个人生活 和姐妹们经常在一起很正常 现在我们结婚了 以后你逛街也好 跳舞也好 都有我陪着你 你可能要减少和老朋友的联系了 乔大爷说着自己的想法 田大爷却不以为然 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你是我的老伴 这个好像互不影响吧 乔大爷却坚持到 当然有影响 我们应该多多 在一起培养感情 你一天到晚去和他们玩 忽略了我 总归不太好 这样 你要想和他们在一起 每个月只能和他们出去一次 剩下的时候都归我 田大爷想了想无奈地答应了 第四天 田大爷和好友逛街后 提着大包小包回到家 田大爷兴奋地一件一件地试穿 兴致勃勃地在乔大爷面前转悠着 这件好看吗 乔大爷看着田大姨 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道 这件颜色太花了 不够稳重 可能不太适合你这个年龄段 接着 田大爷又试了一件 这件呢 乔大爷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这件胳膊的地方设计得不好 显得你胳膊上肉很多 田大爷还不幸这个鞋了 又换了一条裤子 那这件呢 乔大爷不怕死地继续指出问题 这条裤子颜色太浅了 而且这种款式穿起来显得腿粗 田大爷听着乔大爷扫兴的话很生气 气鼓鼓地回了房间 随后给女儿打去了电话 说了自己这几天的遭遇 无心听后皱紧了眉头 以前没觉得乔大爷这么多事啊 妈我觉得 你不能什么都听乔大爷的 就说你做的饭 我吃了这么多年 都没觉得有问题 怎么就突然有了咸了 要我说 他要咸不好 让他做给你吃 还有 咱这淋里四舍的 谁不知道你穿旗袍好看啊 有小肚子怎么了 那些健身达人也有小肚子啊 你这顶多算是甜甜圈 可比我的小多了 妈 你要自信点 女儿宽慰的话 让田大爷的心情好了一些 而另一边 乔大爷看着田大爷生气的样子 有些慌了 赶紧给儿子乔小阳发去了信息 随后乔小阳发来了语音 爸 你先道歉 然后你再根据我说的 按照儿子的指示 乔大爷真诚地跟田大爷道了歉 第五天 乔大爷拉着田大爷一起去了商场 乔大爷将田大爷带到首饰区 对服务员说 帮我拿一个适合我老伴气质的金镯子 田大爷有些惊讶 问道 怎么突然给我买金镯子 你先试试看喜不喜欢 不容田大爷拒绝 乔大爷当了一回霸道总裁 最终两人选择了一款质感优雅的金镯子 田大爷皮肤白皙 现在戴上金镯子 整个人显得更加高贵 田大爷很喜欢 不过一看价格竟然三万多 不行不行 这太贵重了 田大爷有些为难 然而乔大爷却霸气地买了下来 我是看你手上空荡荡的 就给你买个金镯子 你看你女儿开店这么挣钱 也没想过给你买个金镯子 乔大爷看了一眼田大爷 田大爷眼中一闪而过的失望 却没有逃过乔大爷的眼睛 第七天 田大爷正在刷牙 乔大爷走了进来 看着戏刷台上的牙膏 老田啊 你看你牙膏怎么又从中间挤啊 不是说了吗 要从下面挤 从哪里挤不一样啊 为什么非得从下面挤 我都挤了几十年了 田大爷有些不满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田大爷每天都被乔大爷折腾着 在田大爷看来 乔大爷纯属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无论田大爷做什么 似乎都不对 让他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结婚半个月 田大爷就没有一天消停的 就在他刚刚感受到乔大爷的关心时 乔大爷做出的一些事又让他很难受 人也憔悴了很多 田大爷原本想着 不行就按乔大爷说的办 听他的就是了 然而 自信独立了几十年的他 却跨不过心里这道坎 他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女人们都跟自己学穿搭 异性也都很喜欢自己 自己过得精致随性 享受着每一天 田大爷受不了了 决定去女儿家住几天 听听女儿的建议 看看今后自己该怎么办 然而 乔大爷却不同意 你好好的 去女儿家住什么 家里什么都不缺 你这么回去 无心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 不能回去 怎么 我回女儿家还得经过你的同意啊 田大爷气急 开门走了出去 晚上 母女俩在被窝里说着话 上次田大爷给无心通电话的时候 无心总觉得哪里不对 今天田大爷将半个月的事情详细地说了一遍 无心终于如梦初醒发现了问题的症结 无心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急皮疙瘩起了一身 会是这样吗 55岁的乔大爷懂这个 他不敢想象 或许 问题出在他儿子身上 妈 你明天回去 想办法看一下乔大爷和他儿子的聊天记录 无心想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想 怎么 田大爷不解 你按我说的办就行 想到这种可能性 无心的心脏不受控制地砰砰直跳 次日 田大爷带着女儿交代的任务回去了 乔大爷大喜 老田 你回来了 就是 有什么事 我们慢慢说 干嘛打扰儿女 老乔 这是我买的菠萝 你帮我去切一切吧 我想吃 田大爷在看到乔大爷放在沙发上的手机时 想办法支开了乔大爷 见乔大爷进了厨房 田大爷迅速打开了乔大爷的手机 而乔小杨和乔大爷的聊天记录 让田大爷头皮发麻 顾不上太多 田大爷将乔大爷的手机放到自己的包里 飞奔着离开了家 无心看到喘着粗气赶来的母亲 怎么了妈 手机 手机我拿到了 你快看 田大爷立马把手机给了无心 无心看着两人的聊天记录 气得牙根痒痒 妈 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离婚 田大爷斩钉截铁地说道 随后 无心给乔小杨打去了电话 母亲有话和他们说 让他接着乔大爷去酒店 乔小杨有些莫名其妙 但还是接上父亲去了酒店 一起来的还有乔小杨的女朋友周周 看人都来齐了 无心率先开口 今天让大家都过来 是有件事要说清楚 妈 你说吧 我要离婚 田大爷坚定地说道 乔大爷一下慌了 怎么好好的 说离婚就离婚啊 这怎么行 为什么离婚 你和你儿子不知道吗 乔大爷无心冷冷地说道 乔大爷有些心虚 责备地看了一眼乔小杨 什么事啊 不知道啊 乔大爷 你跟我玩呢 我就说嘛 以你这么大的岁数 还玩不了这种套路 果然背后有军师啊 乔心看了一眼乔小杨 决定拆穿他们 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 我妈刚跟你结婚 你就开始鸡蛋里挑骨头 首先嫌弃我妈做饭有多言多 否定她的厨艺 然后 你开始挑我妈身材 我妈可是起跑女神 你竟然嫌她有肚子 让她对自己的身材不自信 接下来 你开始贬低她的审美 她买了这么多衣服 就没有一件和你心意的 我想问乔大爷 是你穿还是她穿 这还不够 你还让我妈疏远她的姐妹 还挑拨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 你是不是以为这样 日后你们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 她就会孤立无援 最后只能依附于你 更奇葩的是 你居然挑剔她挤牙膏的方式 说什么这么挤不对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说白了 你做这么多 就是想让我妈从不自信 慢慢地否定自己 然后对你言听计从 你大概还不知道 你这种行为有个名字叫PUA吧 通过不断地贬低女性 让她们渐渐地不自信 进而自我怀疑 否定自己 最终对你们男人 言听计从 啪 周周手中的水杯掉在了地上 摔得粉碎 周周不敢置信地看着乔小杨 乔小杨 原来你是这么对我的 我们完了 说完 周周哭着跑出了房间 妈 我们也走吧 该说的都说清楚了 无心一刻也不想停留 原本以为这个乔大爷 憨厚老实 却不想竟然这么恶毒 老田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乔大爷挽留着 机会永远只有一次说完 田大姨仰着头走了出去 此刻她又变成了 那个自信的旗袍女神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